同样转型的还有台速集团 这几年是跨组的商用重车市场 我们要带您直集 这个位于台中大度的重车组装厂 在这里的组装云 一天要组装四台的重车 年产量800台 35吨的商用重车奔驰在路上 可以载货载能源 切龙头不只做塑胶跟石化 现在还进军商业重车的市场 像我这样爬上这个三米高的驾驶座 这是一个电脑的自首排车 它可以省油达到10% 但你直集它的生产线 挑料组装员开着货车 来回奔波七个工作站 一台重车有700种零件要组装 锁进螺丝组装重车的底盘 再来锚接减少空隙 搭配车轮骨架动作得快 一天要组装四台重车 掉下引擎重车省油的关键就在这 可以减少4%油耗的移轻 还有搭配尿素循环系统 不仅可以把废气排放成水 减少污染 还能够省下6%的油耗 从南到北600公里来算的话 我们可以省了差不多300块的油钱 800公斤重的车头整台放下来 其实组装的过程还有不少美感 所有车身在行进间都会有摩擦的现象 那这个泡棉可以完全阻隔铁键跟管线之间的摩擦 就怕车身回损采用高张力的钢板 结构更稳比其他排的车辆还轻了500公斤 这个声音怎么样 这个声音非常的轻薄 它通过相关的安全测试 组装完了整台重车进行撞击测试 证明安全性够稳固 车辆本身的重量比其他车辆还要轻 载货的重量会比别人多载了500公斤 台塑创办人王永庆一直有汽车的梦 但因为千酸的电池不环保 电动汽车一度失败 现在从商用的重车出发 年产800台的重车 35吨的重车市占率是台湾第一 年营收冲向25亿 东南亚地区他们目前是三期的标准 那以后进到四期标准以后 那我们的车辆的这个生产 更有竞争力 因为我们的环保条件都可以符合 响应环保的法规 未来还会把离铁的电池应用在重车 就是要加快脚步 替自家转型续机能量 东三财经新闻张艺华 河仁凯 吴志明台中报道